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李平洋 来 我们先看一下 全球到底有什么样的海啸 让人全部一夕之间 或者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左右就消失了 我们来看一下 太可怕了 这个就是人类史上最惨重的海啸 百年大震降临 这些国家恐被大海啸吞噬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一定要记清楚 我们一定要记取教训 现在全球的大震已经来临了 而且每天不停的 在每个国家都在躁动当中 越来越惊悚的画面 以及越来越惊悚的 这个瑞士规模的正极 越来越强烈 好像几百颗原子炸弹 这样炸下来 那种感觉 粉身碎骨了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海岸老师呢 全球国际政经局势 经济议题 时事分析 关键即时 天灾人祸 命理大议员 请帮我按赞分享 开订阅按小铃铛哦 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资讯 而且我会不停的让大家看清楚的了解国际局势 谢谢大家 来看这个印度洋大地震 真是太可怕了 发生时间2004年的12月26日 持续时间8分钟 20秒 呼百秒 8分钟 你就可想 而是那是毁天灭地的感觉吧 8分钟 好多来不及 好 地震规模呢 来到9点1到9点3 瑞士规模 看到了没有 9点1到9点3 好 镇源深度只有30公里 镇央印尼苏门达纳岛 雅琪省西岸160公里 其实它离苏门达纳岛还蛮远的 160公里 但你看起来是160公里 但是海啸来起的时候 就几分钟而已 我们看到那160公里的光速吗 它就差不多跟光速快 一样快速 来 类型大型逆冲区的地震 海啸 第一波高度为15公尺到30公尺 好 最后高度是51公尺 简直就是石层楼的高度了 所以你的房子 整个像那一次的大地震 海啸 整个房子都被卷到大海里面去了 我们来继续看 看到了没有 这是南亚大海啸 好 海水上来了 看到了没有 海水整个冲上来了 汽车跟人东西 接下来更可怕的事情在后面 你看哦 一下子所有东西都不见了 来 陆地上的东西看到没有 房子不见了 车子不见了 来看到没有 淹没了整个城市 好像到大海里面去了 看到了没有 这样的海啸 真的令人惊悚 来看到没有 好 席卷过后的一个镜像 吓死人了 你看他还在动哦 这个所有的房子哦 看到没有 房子哦 所有的房子车子人全部都席卷到大海里面去 来我们继续看 好 地震释放的能量 瑞士规模九点商强症所释放的能量 超过了美国一个月消耗能量的总和 相当于三万多颗原子弹的威力 就是一次三万多颗原子弹这样炸下来那种威力 王岛只有两颗原子弹就满目疮痍了 这是三万颗原子弹的威力能逃得了吗 来我们继续看哦 让地球上的一天缩短了三微秒 缩了三秒 然后导致的地走摇摆有2.5公分 我们中走线都位移了 地走摇摆2.5公分 大家知道2.5公分多长吗 大概这么长这么长 好 那么 地霓的一些小岛向西南移动了20公尺 整个向西南方 西南方在这边 如果西南方在这边的话 整个往西南方位移了20公尺 整个地都位移哦 小岛都位移哦 好 缅甸板块向西南移动了36公尺 缅甸的板块向西南移动了36公尺 几乎呢 你就可以想见36公尺是什么概念吧 公尺哦 不是尺不是台尺 很令人精神的 来我们继续看 这是 这是日本 全部天花板都掉下来 你看所有的东西都移动了 好 你看到海啸吗 看到这个海啸吗 所有的防射 车子 看到没有 大家都往高处爬 但是有用吗 你看到没有 整个海啸 整个海啸 席卷了 整个海啸 席卷了 日本 这是311大地震 311大地震 看到没有 黄色 我们继续看哦 来 这有多可怕 大家应该很清楚 这个房子哦 等一下你们看这些房子 一栋一栋倒下去 你看倒了 被海水带走了 接着下来另外一栋 看到没有 一栋一栋就这样整个被带走 来我们继续看 好海啸影响范围 此次海啸的波及范围 达到6个时区之广 仅至于1960年 智利大地震所引起的海啸 好我告诉各位 智利大地震是曾经发生过 瑞士规模9.5的大地震 好 肯亚 索玛利亚 摩里西斯 法蜀 琉尼班 然后呢 塞席尔 马尔蒂夫 印度 孟加拉国 斯里兰卡 缅甸 科克斯群岛 印度尼西亚 泰国 马来西亚 都遭遇了海啸的冲击 导致不同程度的人命伤亡 跟经济损失 海啸过后回到了大海里面的水 那些大海水 把人类的所有的生命跟财产 全部卷到大西洋去 来我们继续看 来 这是海啸冲击的时候 释放的波动 以及它的能量 你看到没有 整个 冲击了几十个国家 看到这个海水吗 这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 来看到 一个一个地方的国家 全部呢 几乎有半个地球以上的 都在它的冲击范围 半个地球 接下来 主要受害国死伤人数统计表 印度尼西亚死亡人数 二十三万四千两百七十一 斯里兰卡死了四万一千多人 印度死了一万多人 泰国有五千三百九十五人 这四个国家危害最巨大 然后呢 索马尼亚一百三十二人 缅甸五十九人 马尔地夫有八十二人 马来西亚六十八人 上塔尼亚有十个人 西塞尔有三个人 孟加拉有两个人 腾亚有两个人 南非两个人 马达加斯特亚有一个人 总共席卷了两百二十九万两千多人 死亡 还有呢 找不到的 找不到的 估计的死亡人数呢 来到了 这边是估计的 但是呢 其实受伤数呢 五十一万多人 五十一万多人 失踪数还有两万多人 所以你要想看 二九万二加上两万二 加一加是不是三十几万人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呢 二零零四年的南亚大海啸呢 其实死亡人数是超过三十万人的 好 那么呢 难民呢 有多少人呢 三百万到五百万之多 无家可归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 好 剧烈碰撞 此次南亚地震 因为呢 便道板块与欧雅板块相互挤压 把海底地壳银墨带往下推 它的银墨带是往下推 台湾不一样 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台湾呢是直冲在我们的 欧雅板块跟那个海沟 海沟直冲在欧雅板块 是斜向四十五度 这个不一样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使得呢板块间的交接处出现了断层破裂而形成 根据科学研究报告指出 这条裂缝长达一千六百公里哦 超出预估长度的四倍 以为是四百公里 现在是一千六百公里 还有台湾现在呢 因为欧雅板块跟 马尼亚海沟的这个斜冲呢 这一次发生7.2脊椎是规模的大地震了 是因为它的斜冲角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板块就这样翘起来 我们台湾呢位移了四十五公分 往西部东部这样插下去以后呢 它整个呢 连山脉都错动哦 所以我做了一篇 台湾的脊椎可能会断 你知道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 已经正垮了台湾南北 南北的脊椎中断了 那现在再往这样挤的话 是不是这条线跟这条线 变成一个十字架呢 那十字架的时候呢 如果台湾是这样在 降着脊椎的时候呢 请想想看 为什么它 迦南地区 为什么一直在地震 现在已经超过二十九次地震 来我们继续看 来看到没有 整个 好来看到了 水在这边 海浪开始从这一点扩散 一开始只有0.3米高 可是越靠近海岸 就变得越大 当海浪抵达潜水区 就开始减速 海浪下半段先碰到陆地 这造成真空效应 把水从海岸拉走 现在看得到港口和海床了 然后庞大水墙撞击海岸 这个就是海啸 更多海浪抵达 你看 船也不见了 树也不见了 大量的森林 泥土与岩石 滚入湖中或海底 制造出巨大的海啸波浪 火山爆发 要为世界上百分之五的海啸负责 火山爆发可移动巨量的水 并产生滔天大浪 有些海啸是陨石撞进地球造成的 假如某个火红的太空航可撞进海洋 碰撞的地道会让大量的水错位 产生极度强烈的海啸 好 这就是海啸的行程 如果是行星撞地球的话 那真的太惊悚了 来我们继续看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是南极板块 那是纳兹卡板块 在南美洲的板块 这边非洲板块在这边 欧亚大陆板块在这边 北美洲板块在这边 好那阿流申海沟在这边很长 整个看到没有 圣安蒂列斯的断层就是美国 北美洲板块就是呢 这个整个圣安蒂列斯的断层在这里 加勒比海板块在这边 然后墨西哥的海湾在这边 看到没有 科斯 科克斯板块在这边 好这是太平洋的板块 这一区是太平洋板块 然后库叶海沟在这边 库叶海沟 日本海沟在这边 现在已经到日本了 库叶海沟 那库叶海沟靠近哪个地方 俄罗斯 好那么呢 马里亚那海沟 马里亚那海沟 是在台湾区域 好菲律宾 海板块在这个地方是菲律宾 好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整个呢 太平洋的板块的错动 是占了全球呢 所有的地震海啸 百分之七十以上 百分之七十 如果呢一百次的地震 七十次都发生在太平洋 所以我们是在地震带的国家上面 好澳洲板块往上冲击 这个板块是往这边冲击 这个板块是往这边冲击 都往哪里冲击 往欧亚大陆板块冲击 看到了没有 澳洲板块往这边冲 我们地球是这样子嘛 然后呢 这边是往这边冲 那南美洲板块往这边冲 那你看哦 那支卡板块是往这边冲 秘鲁 秘鲁智利为什么每一次的地震 都非常强大 因为它是对冲 整个这样对冲 这样大家很清楚的 为什么能够发生这么大的地震 9.5瑞士规模 这样子对冲 整个错动以后呢 那个地震是相当惊悚的 好那我们来看阿流生海沟 大家都还没有知道 这叫阿流生海沟很重要 因为阿流生海沟呢 跟库叶海沟呢很接近 它是连接性的 好这边呢 就是靠近俄罗斯了 日本海沟在这边 所以俄罗斯的板块错动的时候呢 它们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 它们不会向世界报告的 我们根本不知道 但是我最近呢 查了它很多资讯 那大家要小心哦 它刚好在日本海沟的上面 那日本最倒霉它有四个板块 我们有两个板块 它有四个板块 那你就知道 为什么日本的地震都是超大的 都是9点几级 8点几级的瑞士规模 我们都大概7.2 7.3 7.4 甚至呢 几百年才发生过一次呢 8.2级的 8.3级的瑞士规模 在海底的这个呢 大地震 那因为我们是 马尼亚纳海沟是非常深的 而且是全球最深的海沟 那也非常长哦 你看哦 这边你看日本的海沟有几个 库威海沟 马尼亚海沟 菲律宾的海板块 还有阿流生海沟的整个 它在日本的区域里面 它有四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爪哇海沟在这边 所以爪哇呢 印尼的爪哇附近呢 很长地震哦 印度板块在这边哦 那是欧亚大陆板块 在整个地区在这边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整个的国际上的一些板块呢 那这个地球呢 它是把它摊平来看 所以欧亚大陆板块 欧亚大陆板块呢 有没有 喜马拉雅山 喜马拉雅山的附近呢 前两年呢 已经开始堆了堆了 喜马拉雅山也是因为板块的造山运动 把喜马拉雅山往高处推 但是呢 你要知道尼泊尔常常大地震 尼泊尔大地震也很惊悚 那大家不知道尼泊尔也经常地震吗 去年前年前年 我做过节目 尼泊尔的大地震呢 他们那时候在开高峰废议在尼泊尔 开完隔天就大地震了 所以呢 我要告诉大家 你看喔 非洲板块在这边 整个的地球有很多很多的板块的形成 好 这是我们人类的贡业喔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来接下来 好 南亚大海啸2004年12月26日早上7点58分 好可怕 过我们台湾的7.2级岁是规模 7点58分 一样的时间 假生年 丙子月 吉保日 悟成时 这是悟成时 我们这个月叫做悟成月 不要沉下去了 悟成这个月2024年是悟成月 所以我很担心喔 我非常害怕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这个悟啊 吉啊 明年是乙年 乙是太阴化季 好 丙子月看到没有 申子成三合 来再讲一次 申子成三合 我们这个月2024年 现在走到是悟成月 然后呢 甲成年 那是什么 申子成三合 好 他提早发生了几天 我们应该是4月9号才农历3月提早一个礼拜发生 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在做预言的时候 他时间上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都会提早 所以呢 请大家好好的注意一下 海洋老师呢 最近呢 这些地震的大预言的动向 来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指上十大最惨重的海啸 来 第一个是什么呢 印度洋海啸 南亚海啸 2014年12月26日 印尼海底发生9.1到9.3级的大地震 瑞士规模 最高海啸 浪高51公尺 至少30万人疑难 超过51万人受伤喔 经济损失100亿美元 为列位世界十大海啸之首 他是第一次损失最严重的 2004年喔 2014年 再回到上一页 甲年 不要忘记了 又是甲年 太阳化季年 今年是甲城年 也是生子城山河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喔 日本的海啸 2011年3月11日 工程线发生9.1级大地震 震源深度24公里 那是瑞士规模 所以我引发了高达10公尺的海啸 最高时达到了23公尺 山王虽远不及印度洋海啸 但后续影响之久 足以明夜世界十大海啸 排名第二 也是非常惨烈的 这个级数呢 跟南亚大海啸只差的0.2 你不要说0.2 我告诉你喔 如果八级到九级是32倍 我更正一下 我之前有讲说16倍是错误的 是32倍 32倍 来接下来 李斯本海啸 175年11月1日 由大西洋海底的10级地震所引发 高达近30公尺的海啸呢 是欧洲史上最大的地震 死亡人数高达10万人 地震引发的海啸和火灾呢 几乎将整个李斯本付之一具 来整个葡萄牙的国力也因此开始衰退 想看他死亡人数高达10万人 海底十级地震啊 他的海底啊 海底十级大地震瑞士规模 来接下来第四名呢 印尼海啸 1883年827日呢 克拉克托火山爆发引发海啸 火山的猛烈喷发呢 造成了高达41公尺的多个巨大 就是41公尺的海啸 造成不同区域36417人的死亡 摧毁了呢 两个城镇喔 两个城镇 就是印尼两个城镇全部都没了 来接下来呢 日本远周灿海啸 1498年9月20日 至少达8.3级的地震 造成了季伊山河伊豆等地沿岸的海啸 强烈的海啸摧毁了隔开 冰明湖与大海的海夹 海啸横赏了这一区的房屋 造成了至少三万一千人死亡 来第六名 我们看一下 日本南海道的海啸 1707年10月28日 8点市集地震引起了25公尺高海浪 袭击了日本九州四国 本州等地的太平洋沿岸的大阪受灾严重 上述地区的三万栋住宅被摧毁 造成至少三万居民的死亡 全部都是满目状怡 这个城市几乎都快毁灭掉了 来我们继续看 日本三路海啸 1896年6月15日 日本三路海啸发生的7.6基大地震 引起了这次的大海啸 根据白冰的地方记载 这次的海啸 让高达38.2公尺 造成一万一千栋房屋被摧毁 两万两千居民死亡 1896年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好 自立大海啸 1960年5月21日 自立海底发生8.5级罕见的强烈地震 引发高达21公尺的巨大海啸 一直持续二到三天才消退 然后这次海啸造成了25000人死亡 沿岸的码头全数瘫痪 200万人无家可贵 经济损失高达3亿美元 第九名 日本伊士湾大海啸 好可怜的日本 日本的海啸 全球大海啸 日本十个大海啸 它占了六个 所以日本真是悲惨 1586年1月18日 由8.2级地震一气的巨大海啸 袭击了伊士湾海岸线上的多座城镇 最初的地震引起了长宾 当地村镇的火灾 导致半个村庄化为废墟 随后地震引起附近的琵琶湖海啸 随即淹没了整座城市八千人死亡 那个1586年人口比较少 八千人也很多 吓死人了 来接下来 乾隆大海啸 1771年4月24日 由日本琉球八重山的八级地震引起 超过八十公尺的海啸袭击 琉球裂的 八十公尺 比南亚大海啸更大 并造成十环岛八千四百三十九人 宫古岛两千五百四十八人上升 八重山顺失更为严重 这是乾隆时候 1771年的4月20日 看到这些 你们应该很清楚了 我相信呢 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呢 天不可逆 海水不可斗粮 那么人类的生存之战开始了 我在之前做的节目呢 很多人不以为然 说每天都有地震 没有错 但是如果你碰到这样的地震 在你家附近你会如何 所以不要用酸眼酸眼 我希望大家好好的审视一下 全世界的这么多的灾难的 尤其是所有的天灾里面呢 地震占了一半的死亡人数 所以我还是要再次的警告大家 来接下来 好世上十大最惨重的海啸 有六个发生在日子 台湾的基隆曾经发生过海啸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基隆海啸也不妨多让 那个时候呢 有记载的 我们以后呢陆续做节目给大家 我们未来呢 要面对这百年大政的强症来临的 一些呢 可能的保护措施 好我想呢 找一个坚固的房子 岩石地盘比较坚固的地区 会比较安全 好 那如果台湾呢 现在呢破碎带的地形也很多 加上呢 我们呢台北市很多地区呢 都有土壤液化的问题 你们可以上完去布告搜寻一下 以免呢买到 可能呢发生大地震 逃都来不及逃的一个液化区 来接下来 强震周期已到 台湾西南方的马尼拉海沟呢 发生规模9的地震周期为700年 规模8.5约250年 规模8约100年 规模8约100年 所以我们这样规模8 100年快已经超过了101年了 而通常只要达规模8的浅层地震呢 就会很高机率出现海啸 目前状况是马尼拉海沟 早就超过了这些周期时间 就超过100年 专家警告全台湾有可能发生海啸 所以呢 马尼拉海沟的话呢 如果万一发生8强震的话 超过8的强震 我预估可能会到8.2到8.5之间 都有可能 因为它之前发生的是8.3的强震 好那我们有记载的 知道有两次 一个是8.2一次8.3 那如果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是不是台湾的百姓要更提高警觉呢 来接下来 当务之急 台湾未在火药地震带上 在1604年 1741年 1771年 11867年 都曾发生过海啸 来再讲一次 1604年 1741 1771 1867年 都曾发生过海啸 因此海啸预警工作非常重要 研究者推估呢 万一基隆外海发生地震 应有约19分钟的预警时间 有19分钟 就基隆外海 如果西南沿海发生地震 只有6到9分钟 西南 西南 西南的这个区 那东部的外海 因为它 它的沿盘现在已经都错乱了 所以呢 发动地区的灾民 其实很可怜 他们经常饱作到大地震的摧残 好 我想呢 今天提示给大家的就是 我们台湾真的要把它当做一件 重大事件来看 虽然呢 我们没有打仗了 但是地震炸下来的炸弹是一次 三十几万颗 三十几万颗 不是两颗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谨慎一下 好 这是海洋老师的赖夜 小老鼠A2736300 Facebook的话呢 林海洋开运粉丝团 周四我们会有一些活动 在FB上面 那微信的话 请加到 ASKJNNY888 林海洋皇家秘理学院呢 开课了 请大家呢 如果想学秘理知识 也可以上我的皇家秘理学院 来学习 谢谢大家 希望我们台湾平安 阿弥陀佛 拜拜 5分钟 1分钟 wf